乌统昨天晚上召开第15届大选 以及团结政府成行后的第一次乌统大会 毕榜大会今早率先登场 乌卿团长杜阿斯拉夫在乌卿代表大会上致辞时 直接把炮火对准那些频频公开抨击党主席的党同志 认为这些异议分子都是党内的叛徒 乌统应该率先斩草除根 免得让这些人分裂乌统内部团结 那更多详情马上连线人在乌统大厦 采访的记者陈欣怡 欣怡请问这名乌卿团长刚刚还说了些什么呢 是的 力庭乌统青年团长阿斯拉夫 在今早的B绑大会上 对着自家的领袖也是毫不客气的开炮抨击 他先是说到在第15届全国大选中 乌统吞下败仗绝对是一技教训 但是他没有想过在党内和基层奋斗数十年的领袖 这次居然会因为领导层没有委派他们当候选人 而选择伤害巫统 众叛清理 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的姿态 那阿斯拉夫就在这里放话 要铲除这班人 那我们来听听看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在2019年的政策演说 谈到巫统必须走中间路线 那如今巫统选择和代表多元民族的阵营 共组新的政治合作 而不是选择和代表单一族群的阵营站在一起 但是呢他也承认要接受和肃敌行动党合作呢 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巫统要懂得变通 因为在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但是呢无论如何 对于那些危害伊斯兰地位 巫义群体的这个权益 以及马来王室的事情呢 巫统是不会妥协的 那另一方面阿斯拉夫也赞扬反弹会 采取行动对付那些涉及 925亿公堂舞弊案的这个涉案人 那也呼吁反弹会和总检察署要继续行动 追捕并提供那一些 滥用人民血汗前的领袖 但是不要停止这个政治提供 至于这个选委会呢 更不要放过用金钱来贿赂选民的这一个违法行为啊 那另外随着内阁议决要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 彻查这个汤米汤姆斯撰写的回忆录呢 阿斯拉夫就借此向那些已经摆脱官司的巫统领袖们喊话 就是必须起诉这个污蔑巫统的前总检察长 告诉所有人巫统是不会向任何形式的威胁去低头的 好的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捎来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丽婷 是的 谢谢昕妮 是的 巫统书理主席莫哈莎呢 昨天晚上也为三必邦 加团 加团 接下来这ğim 一定是得正解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